我看見你 超高目的不高 超高目的不高 我看見你 我看見我看見你 超高目的不高 超高目的不高 朋友 好老闆 我們可以抱我們油吧 好嘍 快 抽豆腐 有的味道 臭豆腐 臭豆腐 人羊香祖国的爆炒相辈 还要是董家伴免的 天美无比 董家伴免的 用董家伴免的 找人不 董东强 接着 找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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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的笨狗 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月来的 好香 还有丁丁 预备好 我要给小月一个 她爸爸 我妈妈 她爷爷 我奶奶 都想不到的惊喜 十个蛋 七个杀 八个蛋 九个坏 好奶奶 别让她离开 你 你们要做什么 可不要乱来 穷小子 我要和小月做朋友 这事情跟你有关吗 这个 这个 小月不会答应的 有声音 我最喜欢的人是 小月 我最恨的人是 小事业 所以 教训她 小事业 老大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钱贯 你白天戴墨镜 手拿一朵花 到底想干嘛 小月 交个朋友吧 这朵花 丁丁 怎么是你 小月 怎么都找到你了 快 钱贯他们又再救小月了 又是钱贯一火人 我去挥挥他们 小月 谁要你的冲花 小月 交个朋友吧 我突然闻到一种不祥的气味 好像要发生点什么 双戏 蓝大 我们会守护你最后的底线的 看 小事业 是你在等我 快把裤袋还给我 要不然 要不然 裤袋嘛 当然可以给你 但你们要放了小月 我最恨别人要挟我 能让小月发现 你们以多其少的秘密 小事业 在答应之前 不妨PK一下吧 提莫听我的 条件听我的 应该算公平吧 赢了不产小月 好 钱贯 你倒是聪明 难得你这么大度 好 赢了不产小月 输了 我还有你的裤袋 一起留下来任你处置 小事业 你可别后悔 男人说话算数 男人说话算数 小事业小心 我要先告辞告辞题目 可以 不要太久哦 应该能不能 有了 有了 那就请出题吧 听好了 我的题目就是 不准求助我 也不准求助一条平和白灯钉 不准求助小月 也不准求助一条平和把уст 也不准求助路过的老大叔老大婆 不准 烦不烦 不就是不让求助别人吗 嘿嘿嘿 是这个意思 不准求助别人 让这辆独轮车捧动起来 题目的难度系数很高呀 那当然 我的IQ智商 可是三代单纯的 既然有言在先 那就让我想想吧 可以 不要太久哦 他不会想砸死我吧 让他砸吧 砸到明天 所以也不会领他的 小师爷 不要伤他们的道 放心吧 小月 怎么样 想好了吗 好 思考 一切皆有可能 嘿 有了 嘿嘿 嘿 嘿嘿 嘿嘿 千冠 你输了 呃 输了 输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看 能滚了 能滚到了 真能滚到了 真神奇 真奇妙 真好玩 闲关 好玩吧 好玩 好 怎么说 我们真的输了 老大 老大 好像是真的耶 你们输了 你们输了 千冠 不用我说了吧 男人说话 可是要算数的 这个不能算数 哦 因为你知道 我们不知道的 而我们不知道 你知道的 这不公平 既然不公平 所以不能算数 好你个千冠 居然反悔不算数 不对 我说过 男人说话要算数 说不算数 就一定要不算数 你简直是小心 你互赖 小师爷 看我用绝招收拾你吧 人间大碰 翻手 喂 喂 老大 股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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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蛋 千冠 褲腰蛋还是乌龟原主伴 劈死我了 教训他 给我倒回光灯 老蛋 我们来替你收拾小夕 小白 闻到你的商场了 哎 你这讨厌的人 我才宰了你不可 一个笨蛋让我输 三个笨蛋让我绝望 好 教训啊 这是你发挥的呗 教训啊 教训 走吧 你是我绝望中的希望 我不会放弃的 我感觉很快 你感觉很快 好 我们来得更快 挺快的 到底是什么 打开 我 我 自己